梁峰哟 小废话 2018年6月18日 那是一个下雨的晴天 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于是打开电脑准备看点好看的视频的时候 一个声音阻止了我 以后来人家在房间 看是明天说门干奥婆 能不能有点傻惊喜 嗯 难不成我单身太久换天呢 死我 你的游瘦 诶 信信号好吧 我出生到闲宅 女孩子的手都没抢过 你就满足满足我的愿望 找个妹子讲完约会去好吧 我一听有点道理 想问梁峰哟的是 接受过20年义务教育的人物 多少年一代结婚周末会 还给寡妇挑过水 火车倒上压过腿 更合C爸轻光嘴 结果却落了这样一个 无他为手术的地步 实在是让人接受不能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开始行动 不过毕竟特地独行了这么多年 不太想用肉眼可见的方式撩妹 所以我没有报班学怕 没有整容作假 没有砸钱轰炸 没有健身变大可 而是选择了 多走江湖来一发 哎呀 房不信房啊 承认承认 不太会发电 我承认你这部广告急创楼的装甲 但是发电也要符合 麦克思维基本电厂理论啊 你刚才明明说极话把美 知道他们更玩手游 开饭馆又杀馆一些嘞 有 听我跟你编 哦不 听我跟你解释 证明这一点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三段论 首先大前提 老婆就是拿来处理放出的 对不对 小前提 做饭开餐馆 可以锻炼一个人的处理 对不对 结论 我们爆炒江湖 更容易找到老婆 对不对 逻辑鬼才 逻辑鬼才 所以好像有哪里不对 但是我姑且就当做被你锁付呢 行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我们正式的开店环节 做饭中的有材料吗 先看看我们有点啥才好 开锅起火 刚才就喉处转了一圈 好像只有芹菜 好嘞 那我们就做他一道 红桌冻破肉 首先 诶 一等会儿 没听清楚诗吗 只有芹菜 红桌冻破肉 那肉呢 没肉怎么做呢 这就是你不懂了 我可爱的欧罗西克了 那老婆毕竟就一定要 老婆毕竟就一定要有蝎子吗 喉蛋糕你就一定要 三脚牛饭你就一定要 一... 左饭节目你说算嘞 被子没用嘞 你倒是找点烤鸽的死台出来呀 笑话 我凉疯化的是 接着过20年义务教育的人物啊 多少年来 天生我才必有用 没有用时就打动 刀牛不知王国恨 隔gano唱双截棍 特立独行的这么多年 不太想用肉眼可见的方法 寻找食材 于是我就倒鼓游戏界面 装住不小心卖掉了几个稀有道具的样子 诶 然后我就按照菜谱做出来 剁椒昆头 不是每一份鱼头读得怎么样 接下来的成功就很理所当然了 昆头的香味很快就吸引来了 谭国香川爱神的一级消费者 神兽广昆 然后广昆的气味 又吸引来了守之北冥神经的 二级消费者神兽江昆 然后江昆和广昆加到一起的气味 又吸引来了张无忌也得不到的 男人三级消费者陈昆 毫无疑问 剁椒昆头是成功的 没一会就吸引了大难游客签来品尝 而我凉分的处理也一死得到了证明 那按照你的逻辑 现在你应该可以找到老婆了才对呀 小悠啊 你都跟着我做了那么多年困头了 还要啥子行车 情人抬身 我个全力码的吧 好了好了不疲了 接下来我来稍微说一说 我对于这个游戏的看法 这其实是一个玩法简单 并且领导非常非常之高的 模拟经营卡牌收集游戏 整体目标排除收集要素之外 主要就是达成经营目标 闯关完成任务 而游戏策划几乎是以 建立游戏的任务系统的玩上手之后 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只要十字 那么你几乎可以在五分钟内 掌握整个游戏的核心玩法 根本不需要浪费脑子 去插什么攻略逛什么论坛 十分五十九 十分五十八 十分五十七 哼五分钟那是凡人 我这种神经病五秒钟就过了 五 十 吃饭最料工作休息 刚刚才干的也讲完毕 谢谢大家 回来回来回来 国华的游戏玩法呢 这就是核心玩法没毛病啊 本来就是一个挂机游戏 基本上就是有课金道具的QQ农产 但是 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内容嘛 多虑了多虑了 系统虽然简洁 但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厨师六项技法 料理四种品质 厨具多种多样 食材花式采集 整个游戏麻雀水小 武装俱全 既保留了经营类游戏的核心理念 又加入了收集要素 增强用户粘性 同时还在让玩家玩得轻松 这一方面进行了特化 当然你也不用担心教程会太过繁琐 因为你能想到的 制作主义早就想到了 他们把整体游戏的文本 设计得极为简洁 全程下来 NPC自建的对话风格 大概就是 还好吧 所有人 他很努力 废话 棘手 能用超来说清楚的事情 绝对不说吵 可能你还会担心 这样会不会让游戏 显得十分无聊 我也可以说基本不会 这也是整个游戏的亮点之一 文本虽然简洁 但却很有趣 整体上只能出一种 轻度皮皮的风格 比方说 能浮出大菠萝的菠萝 草蛮菜还能拿来测势力的铲子 为了显得生硬好 强行增三层的豪华蒸笼 比方颇有一种 欧阳修 一马杀犬于道 这种简约但不简单的感觉 自足虽少 信息量却不少 这种小小焦点 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比方说 游戏的厨师明明有三个阶段 但他们为什么越穿越多 不懂人心啊 而且无论怎么突破 都是这么一副蛋疼的表情 比方说 你看看这个生公子啊 一阶段 纯朴小赛年 横跨两大卷 二阶段 黄毛流长日 厨具尖上行 三阶段 绿帽头上带 厨具新中流啊 有钱买衣服之后 就开始膨胀了 厨具都不需要了 重点是你以为他姓生 其实他他们姓生公 我操 皮不是一般的皮 而且相信我 这已经是我从里面 找的比较正常的厨师了 剩下的更奇怪 比方说 有我失散多年的妹妹 不知道为啥 绿绿的散人 有隔壁偏场过来的 镜花水月 竟然还有 看他们这尖锐的发型 我们姑且就叫他们 毛利红和毛利蓝吧 嗯 卧槽 原来我这个梗是 他们偷来的 还有还有 如果你开店这时 闲着没事人类观察的话 那么你就能看到许多 令人忍俊不禁的对话 比如说 这只与众不同 一个人来吃饭的单身狗 你看 小女朋友都想到 直接疯掉了 可怜 卧槽 原来这里还隐藏了一个 霍格我 魔法克高声烈等声啊 藏龙 我失敬失敬 总之 很多细节都十分有趣 最后再配上轻松鞋印的 萌细画风 丰富多彩的收集要素 和挂机休闲的佛系玩法 明显就是给那些 成熟稳重风流刚下 聪明可爱温柔强的 有限东西设计专业 吊炸天的玩家准备 你是过了过了过了的 没过没有没过 毕竟我是一个 有原则的UP组 而这次的游戏 是在我仔细测评 觉得还不错的情况下 才推荐给大家的 那你仔细的游戏 就是不负责的推荐咯 重来一遍啊 而我一直都是以认真仔细负责的态度 推荐游戏给大家的 不是游戏你就不认真仔细负责了吗 再来一次 而我一直都是以认真仔细负责的态度 推荐所有发电产品给大家的 这不是你应该说的吗 可谁要过呢可谁 你这是太够了 总之 整体评价下来 这就是一款目标用户极度明确 游戏质量中等偏上的手游连作 在当下同质化严重的市场当中 是少有的策划导向 而不是渠道导向的侵流 如果你是没有多余时间和精力 深入更与手游的懒人 或者是喜欢萌西画风 一会是单纯的模拟经营类游戏的爱好者 那么大可尝试的体验该做 而且最重要的是端午将至 爆炒江湖迎来全新改动 开放三字五星厨师修炼 以及实验室两项全新玩法 研发出其菜谱 平衡农查资源 更有根据端午节制特征 绘制的特色端午厨师 加露卡石 还等什么呢 赶紧下载游戏 跑出你的精彩吧 我视频里还藏了个兑换码 你们找到了吗